忘记在哪里不要讲 它会反光 因为这个是用一支针没有用工具 因为荷叶它是很大天 用工具不漂亮 用一支针拉开才会很自然 所以我才会一直希望说 可以多接 像我有时候接到人家婚礼的 400个班哥 其实真的不是我赚钱 我还要花时间去指导我的学生 还帮他接订单 给他们赚 还要出场地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 如果有听过我上一电视台的分享就知道 因为我儿子他有肿瘤 开刀 让我体会到说 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 你通常照顾孩子都是妈妈的责任 对不对 爸爸都要工作 那我问你有哪个老板 愿意给你三天两口就请假几天 很难 唯有自由业 所以我创造的工作室 你知道我请的员工全部都谈薪时间 老板配合员工时间 所以我好可怜你知道吗 我每次要去买债员工 说我今天要脚上起来有空 哦 我就不要去了 哈哈哈哈 那有的说我要接孩子 哦好啊 你先接完再来 哦 啊抓到一半说 我要回必去接孩子 我说哦好啊 你去接 啊反而自己的孩子没空接 哈哈哈哈 我儿子都习惯了 我叫叫来蛋糕 你看 你看到那个绿色啊 没有色素 是我叫自己种的去越南 自己去搅 自己就用 切来很香 我小姐没有吃到了吗 切来很香 对大家没有吃到 赶快来吃啊 我们的叫来蛋糕 啊这个是我们的风泥酥 我们的风泥酥有两种口味 还有做椰蓉 也有两种产品在楼下那个 起司酥跟另外一种椰蓉酥 也是我冲出来的 你看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 还有那个开芸绿豆糕 这个也是我冲的开芸绿豆糕 全都全天然的 啊绿豆糕这个的吃法呢 要冷冻还好吃 像是冰沙这样 做一种情况 啊不要冷藏 冷藏就像台湾的 你都高没特别啊 来这边啊 像我们彩燕老师 还有吴老师 来报名 啊报名来参加学习 那我们彩燕老师跟吴老师呢 除了平常 啊除了平常 这个总是这些教学工作之外呢 啊他们也相当相当的投入 啊投入我们社会的公益 啊社会的公益 还有呢啊他对于我们新住民 啊对于新住民的帮助呢 也不以与利啊 像啊我们 生日快乐 旅人生也会有点 啊